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陳當山 上個禮拜中美座會裡面強行通過 尼加拉瓜黨團提出一個 排我那中的一個案子 這是要決於取消我國永久觀察員的地位 並且把觀察員的資格 搞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那我國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 馬上就宣布退出中美洲的會議 值得志願就是中美洲議會的聲明裡面 特別引用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 這個決議案 他們引用這個來主張說 這個聯合國在1971年 已經撤銷中華民國的會員國資格 所以台灣已經是中國的一省 那不再有這個資格 以國家身份來參與中美洲會議 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一種解讀 那對於這項違背法理跟歷史事實的聲明 我國外交部也立刻發表正式的聲明 那批評這個中美洲議會錯誤 引用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這個不光是他們這個錯誤 這是差不多全世界很多國家 他們故意來引用這個2758號 故意這樣做 這是要來誤導這個國際視聽 特別是尼加拉瓜 這個獨裁政權 自甘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馬前稅 來配合中共來打壓台灣 嚴重侵犯我國在中南美洲議會的一個 中美洲議會的一個權力跟地位 那我們對於在 對於中共在國際上的一種打壓行為 雖然早就習以為常 但是還是應該針對他們的一個手法 進行這種區分 才能夠嚴厲有效的一個因應之道 那比較起來國際的這個打壓手法 這個手法相對是粗暴 那近年來這個 直接採取法律的這個法律戰的一個途徑 企圖用國際法來壓制這個台灣 那加上他們也不在乎這個論點 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腳 他們不在乎 只要可以產生誤導 那重點是他們要誤導 國際社會的一個效果 這樣就可以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 那例如這個最近幾年 中共不斷在國際上宣傳 這個人和國2758號就義 已經確定台灣主權的一個歸屬 那許多不明就里的人受到這個洗腦 那也認為台灣已經沒有資格 在國際上這個來伸張 擁有自己的主權 那實際上這個2758號決議案的這個重點 非常非常清楚 那就是在這個處理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上面 它不是這個決定台灣主權的一個歸屬 那決議這個文它是提到說 這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完全沒有提到這個台灣 所以還有這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那裡面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這個台灣 台灣兩個字都通通都沒有提到 這樣子一個2758號呢 就讓這個中共拿了這個混淆國際的視聽 那他們的企圖非常明顯 就是要用來欺騙不明瞭的歷史背景 那進而排除這個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那了解國際法跟國際政治史詞人都非常清楚 中共不但是故意錯誤地解讀這個2758號這個決議 而且濫用這個決議 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特例 而是主心極律的一種政治操作 我們應該提高警權 那這次中美洲議會政策引用2758號決議 就是一個開端 未來可能會有層次不窮的一種法律戰 那我們一定要小心來應對 不能讓中共透過一連串的一個國際這個決議 來擊揮城市 美國這個有時看到這個趨勢呢 所以他們在聯邦眾議院裡面 在7月26號 7月26號 他通過一個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他們叫台灣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 那這部這個法案呢 他主張聯合國這個第二期 2758號決議 他完全不涉及台灣 完全不涉及台灣 那美國將對抗中國在國際組織 扭曲台灣地位的一個行徑 法案更主持2758號這個決議 只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重點是只有這樣 既沒有處理台灣跟台灣人民在聯合國 或是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 也沒有任何有關台灣主權的一種聲明 在2758號裡面都沒有提到 因此美方團隊在任何沒有台灣人民同意的情況之下呢 試圖改變台灣地位的作為 法案更要這個美國政府在國際組織中的一個代表 應該要透過意見來表達投票跟影響力的相關作為 呼籲這個國際組織抵抗 中國試圖扭曲涉及台灣的決議文字政策和這個程序的一種作為 那我們非常感謝這個美國友人的 這個朋友的這個真正受見這個跟挺身而知 也希望這個這部法案能夠順利完整立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也應該加強這個宣傳工作 透過各種管道向國際社會這個說明 2758號決議的真實內容 這個千萬不能讓這個中共 濫用聯合國決議的這個計謀一再得正 那其實這一點我們在這個 跟這個外國朋友在我們這邊開會的時候 我個人常常提出這個案子 我跟他們講了好幾次 2758案完全跟這個台灣 這個完全一點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希望這個國際朋友多多能夠了解 那今天再次謝謝大家